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学 大家好 昨天讲到中校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无论是在中国固有文化 或者是在大乘佛法里面 都是属于心信之许 这两个字 在六书里面都是属于会议 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符号 体会它所表的意思 心 这个意思 很难 很难懂得 大家在《楞严经》里面看过 《楞严经》一开端 世尊对着《楞严》 问他心在哪里 并没有 说是真心 或者是妄心 沃南比我们聪明 说了七个地方 都被世尊否定 这段文字很长 这段文字很长 古人的可判 定为奇处丁心 定为奇处丁心 也有人 把它判作弃反破处 都有它的道理 心不但找不到 甚至心也没有办法想得出来 所以佛经里面常用八个字来形容它 叫不可思议 心心出灭 心心出灭 这八个字 能够受到一点方佛 如佛讲的心 都是讲真心 都是讲的本性 真心本性 必一切处 佛法里面讲的心包太师 那你尤其说得透支 虚空发戒 一切众生 戒是唯心所现 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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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性 虚空发戒 一切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是心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从哪里来的 现在人说 从意识心里头变现出的梦境 没错了 是我们真心 本性 变现出的梦境 这就没人晓得了 心没有像 心能现象 心其作用 能将这个现象 任运变化 所以说是 唯一识所变 设法界 一阵庄严 识是什么呢 识是念头 念头是心的作用 心其作用 就叫做念 所以念这个字 也是会意 你看在中国文字上 念是精心 现在你这个心 你现在心在动 所以佛说 一切众生 一切众从心想身 心想 就是念 就是念头 心其作用 如何将这个作用 如何将这个作用 用到纯正 事出事出事件 的圣人用心 是纯正 佛菩萨 佛菩萨用心 是纯正的 纯正 就是中 这个心 这个心上 如果不加任何符号 那就是表地是心 加上符号 就是表上 表他的作用 中 是正用 一点故事都没有 一点错误都没有 这叫中 我们要懂得 所以这个意思 无限的声光 在儒家 大学里面 教人 诚意 真心 诚意 是心之体 真心 就是心之作用 要用的正 真 就是中 可是我们现在的反复 我们哪里知道心 禅宗说得好 若人舍得心 大地无寸土 诸佛如来教人 没有别的 就是教人 认得心而已 认得心 你就成佛了 那么由此可止 除佛菩萨之外 没有人 认得心 深吻 原觉 没有 明心 见心 换一句话说 还没有 认得心 猴宽 淡耳 下止 先起作用 就是思想 就是见解 这些思想 见解 错了 错在什么地方呢 佛家家 又无名 障碍主 烦恼 缴和主 佛这么说 儒家也是这么说 所以 入佛论修行 都是心断烦恼 然后开智慧 智慧开了 你就认得心了 儒家教人的 纲目 也是这么个说法了 各无 致志 这个各无多重要啊 我们今天 修学功夫不得力 就是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啊 没有去做啊 悟是什么呢 悟是欲望 悟欲 一切众生 对悟欲 深深的 贪念 执着 他的鼓抱呢 深深适适 搞轮回 搞三五道 所以你修行 要想成就 你必须把 五欲六成 写得干干净净 你才有救啊 不但世间法不可以谈 佛法也不能谈 《金刚经》上说的好 法上印时 活款非法 我们想想 自己为什么不成就 为什么还造地狱业 学佛的人造地狱业多啊 我看的太多太多了 现前造地狱业 将来一定得地狱果报啊 不晓得果报之可怕 他感造业 其心动力 自私自利 其心动力 欺骗众生 欺骗佛佛上 自欺欺人 他用的是什么心 这样的心 怎么能成就 以这样的心 做一点好事 也有一点果报 果报在哪里 三图六道里面去享受啊 如果五界十善不具足 说老实话 五界十善具足的人不多 第一个就不诚实 五界里头有不妄语 十善里头也有不妄语 不握口 不碾蛇 不齐语 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有没有犯 如果要犯了 地藏经上说的好 八十地狱啊 你能逃得了吗 不要说你有这个行为 骑这个念头就造业 这个我们在前面 已经度了不少了 骑心动念都在造业 自己还要享有好的果报 哪有这回事情了 所以往年 我在休斯顿 讲演的时候 遇到蔡老巨子 蔡念森老巨子的公子 我们在一起吃饭 谈到这个修学之所以不能成就 他说一句话说得好 人功夫不能成就 原因就是不支持 我听到这个话深有感的感想 真的不支持 儒家讲 支持近乎勇 勇是精进不屑 为什么不能精进 不支持 我们那天谈话 谈了也有一个具体的结论 希望我们来推行支持运动 我们搞一个支持学试 有这么一个念头 人能够支持 那就是世处世间圣贤的根基 菩萨支持 所以他能成佛 声闻运觉支持 所以他能够精进 什么叫支持呢 不如人是耻辱 要以谁做标准呢 以佛菩萨做标准 我们样样比不上佛菩萨 就是我们的大耻辱 去向佛菩萨学习 佛菩萨身心清净 世处世间 一切住法放得干干净净 他能做得到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为什么还要探浊 还要拼命在营求 错了 佛法将用心 都劝人发菩萨心 菩萨心里面 叫执心 叫至尘心 那是笑 真尘到基础 这是真心 是本心 是菩萨心之体 心心起作用 有对自己 有对别人 对自己的身心 身心是自立心的 对别人 是大悲心 大慈悲心 这是利他 所以身心 跟大悲心 都是中的意思 你的心 你的心起这个作用 正确 纯正 无邪 那么什么叫身心 古德皆实 好德好善 这个讲得不错 好德好善之心 什么叫得 这前面讲过 存心是德 存什么心 我们讲 是处是间圣仙的教诲 归纳成十个字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心里面 长存这十个字 就是身心 这是自受用 这是自受用 诸位果然能 长存 这是个字 自自然然 健康 长寿 心情愉快 世间人家的幸福美满 就表现出来了 你的忧虑 你的烦恼 你的罪业 就能够消除 如果 于这十个字 相违背 你早已 你不能离开烦恼 不能离开忧郁 不能离开 我已 先存着十个字 这就是有德 前面文上讲的 极德 念念不忘 这十个字 这是极德 雷公 大悲心 利他是雷公 你果然极德 德在哪里表现 德就在你形象上表现 古人所谓是 沉于中 而行于外 你的相貌 你的表态 就把这十个字 完全表现出来了 在你面孔里面 佛法将六根门头 放光动地 什么放光 这十个字 放光 动地是感动别人 你的相貌 你的言谈举止 自自然然 显示出 看破 放下 自在 自然 这八个字 就是放光动地 再加上念佛 那就更不可思议了 那才达到究竟圆满了 这个诗句 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学 都记得很清楚 都能说得出来 可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没有把它放在行为上 因此 我们功夫依旧是不得了 依旧在造六道业 说六道业 说得好听 设计上造三土业 怎么得了呢 最近这些年来 我们学佛 前天 陈大使 问我 我们现在的题目是什么 我就告诉他 我们有个总题目 八个字 学为人私 行为示范 我们的目的 知恩报恩 要把知恩报恩落实 我们学佛的人 知恩报恩是挂在口皮上 天天天念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脱口 什么叫四重恩 不知道 父母对我们有什么恩 老师对我们有什么恩 国家社会对我们有什么恩 一切众生对我们有什么恩 几个人知道吗 不知道就是迟啊 不知道就是迟啊 知道而不能够做到 也是耻辱啊 要真正去了解他了 所以佛法教学 性解 行正 你为什么做不到 你解的不够透彻 如果你理解透彻了 你一定去做 不需要人鼓励 不需要人勉强啊 自动自罚就去做了 解的不够深 不够彻底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还是一句老话 不好学 不肯学 那就没法子了 谁能够学到呢 好学的人学到 我往年在台中 亲近李老师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家 没出家了 我跟他一年三个月 以后到台北出家了 李老师那个时候在台中 住了十年 学生十几万人 他很感慨地说了一句 你们这些人跟我十几年 没学到东西 学到东西的人走了 台中同学跑到台北来找我 他说老师说你学到东西 你学到什么 我说老师没有特别教我 上课的时候 你们大家不都在一起吗 这说真话 老师从来没有特别教我的 为什么我能学到 你们不能学到 我有心 你们没有心 我想识 看识 你们虽然天天坐在那里 听得比我多 机会比我多 你们是耳边风 你们听了没有落在心上 你们听了没有落在心上 那叫真正可惜了 今天我们看到忠孝两个字 我的感触非常非常深 这一段文的注解也多 三十多名 希望诸位细细去看 看到的时候你再听我的讲解 果然可以说 喜欢认真学习 你一定的受用 这个受用不值一生 决定往生不退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